很多人说我长得像刘以为 我只好承认了 我们之间确实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除了是四川老乡外 也都喜欢吃 比如我就很喜欢吃螃蟹 但谁又不喜欢吃螃蟹呢 这可是一种非常美味的海鲜 但今天这个视频的目的 不是向你强调这一点 而是要提醒你 下次从市场上买回螃蟹时 可要仔细的看一看 因为你说不定会碰到一只假螃蟹 有一些螃蟹的腹部 长出了一个大大的组织 要是不注意看的话 还以为是简便宜 买到了一只蟹黄都撑到爆的螃蟹 但其实并不是 那只是一种寄生虫 爆出螃蟹体外的卵巢而已 这种寄生虫专门寄生于螃蟹 因此得名蟹奴 它通体柔软 雌雄通体几乎没有什么行动能力 只有极其发达的生殖蟹 右体的蟹奴 只是漂浮在水中的小型软体动物 一旦它找到一只螃蟹 便会疯狂的寻找蟹壳上的缝隙 将自己的躯体全部钻入螃蟹体内 抛弃原本的表皮 进入螃蟹体内后 蟹奴会长出分支状的细管 逐渐蔓延制螃蟹的各个部分 包括肌肉内脏 甚至是神经系统 吸取螃蟹营养的同时 完全侵占螃蟹的大脑 此时的螃蟹不再退科长大 不再发育生殖器 完全成为蟹奴的傀儡 变成一只名副其实的僵尸螃蟹 蟹奴不断生长 直到生殖腺发育 爆出螃蟹的体外 然后操纵螃蟹的基数水平 让公螃蟹发育出 母螃蟹的特征 诱导其他蟹奴幼虫 赐予它宝贵的精子 螃蟹就在蟹奴的操纵下 穷尽一生为蟹奴养儿育女 最终一通死去 简直是太可怕了 对不对 尤其是你以前 还可能吃到过这样的螃蟹 巨额奖金 大家可以踊跃参加喔